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个平台驱动里边呢 它有两个行数呢 是我们在编写这个平台驱动的时候呢 一定要实现的 一个呢是proc行数 一个呢是remove行数 那么我们呢就需要把这个驱动的整个初始化的这个步骤呢 放在这个proc里边 同样的我们需要把这个整个驱动的一个 注销行数 注销的实现呢 要放在这个remove行数里边 也就是说 我们用了这个平台驱动以后呢 那么我们之前这个 我们之前这个字符设备的这个初始化 和这个卸载行数的话呢 就分别呢 需要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planform driver里边 这个proc和remove行数来实现 那么这样实现以后呢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字符设备驱动里边 我们的这个初始化行数呢 是在这里边 那么在我们执行insmove的时候呢 就会执行到这里边的初始化行数 然后呢 完成我们这个驱动的初始化 那么我们使用了这个planform 这种架构以后 那么这个proc 什么时候会被执行到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planform bus里边 它所定义的一个什么呢 定义的一个match行数 也就是它的什么呢 它的一个匹配行数 那么它的匹配行数呢 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planform match 那么这个匹配行数呢 它的第一个仓数呢 是一个device 第二个仓数是一个driver 那么这个device跟driver呢 它呢 是用来描述一个描述设备 一个呢 是用来描述驱动 所以呢 它是根据这个设备或者驱动 来进行一个匹配 来进行一个匹配 因为根据我们之前讲解 这个planform bus呢 作为一个管理单元 然后呢 这个系统里边呢 所有的平台设备呢 都挂在什么呢 都挂在什么 这个planform虚拟总项上 同样系统里边 所有的这个平台驱动呢 也挂在什么呢 也挂在这个planform虚拟总项上 那么这个设备跟驱动呢 就需要匹配 因为匹配成功以后 那么驱动呢 才能够拿到这个 拿到这个设备的资源嘛 所以这个匹配呢 是必须的 那么这个匹配 怎么来匹配呢 就是通过这个planform match 来实现的 match来实现的 所以它匹配的时候呢 会把它呢 会把系统里边的每一个平台设备 和平台驱动呢 进行一个匹配 进行一个匹配 所以这个行数的话呢 它不是它不只会被调用一次 因为系统里边会有很多平台设备 也会有很多平台驱动 所以呢 它会把每个平台设备 和每个平台驱动呢 调用这个行数来匹配 来匹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现 首先呢 它先把这个device呢 转为一个planform device planform device 这个是怎么转换呢 这个planform device里边呢 有什么呢 有strat device这样一个结构体 有这样一个成员 那么我们通过它呢 可以得到它的地址 我们通过它呢 可以得到它的地址 但是我们得到它呢 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它的地址呢 那么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这个呢 其实还是用于我们之前的一个containoff containoff实现 那么这个containoff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从什么 从这个结构体 就是说在得到这个结构体里边 某一个成员的地址的情况下呢 往上逆推来得到这个结构体 它的一个地址 它的一个地址 那么这个containoff呢 我们之前的课程里边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对述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分别第一步和第二步呢 就是分别根据这个dev和这个driver呢 来得到平台设备和平台 平台驱动的一个这样一个结构体指针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off 这个的话我们先不管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他呢 我们是没有定义 我们是定义了他 所以他这个的话是一个0 那么他是0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永远不会return1 所以我们呢 可以把它忽略不看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来看 假如说这个pdriver的idtable呢 有定义的话呢 那么就通过他这种规则来匹配 好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来判断这个pdv的name和driver的name呢 是不是相等 是不是相等 那么这个pdv呢 它里边是有一个name 是有这个name 然后呢 这个driver呢 这个p platformdriver里边呢 它也是有一个什么呢 也是有一个名字 也是有一个名字 这句代码就是说 假如说我这个平台设备跟平台驱动 我的这个名字是一样的话呢 那么我就表示匹配成功了 那么但是以下这个强题呢 是什么呢 是当这个驱动里边没有定义idtable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dtable 那么plantformdriver里边呢 是有一个idtable了 那么这个idtable的话呢 我们一般的话呢 不会使用 但是呢 也有可能有的驱动里边呢 会定义这个idtable 那么定义这个idtable以后呢 那么就 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匹配 否则呢 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匹配 那么假如说你定义以后呢 那么就会通过调用这个行数 那么这个行数的话呢 它是以什么呢 以这个平台驱动的这个idtable呢 和这个平台设备 这两个对这两个 变量呢 为仓数来调用它 那么调用它的话呢 那么它呢 就会根据什么呢 根据id0的值 因为这个id里边呢 它这个 它是一个指针 它是一个指针 那么这个 这个它的第一个成员呢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名字 所以它呢 会看它是不是空 那么它假如不为空的话呢 那么它呢 就进一步呢 判断什么呢 判断这个设备 这个pdv呢 是我们的平台设备嘛 然后它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的平台设备的名字 就会判断它的名字 跟这个idtable的名字 一样不一样 假如说它是一样的 那么呢 就会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就会给这个pdv的identry呢 负一个值 然后返回它的id值 否则的话呢 那么这个id呢 继续加加 继续加加 其实这个匹配的话呢 跟我们下面这个匹配呢 跟下面的匹配呢 是稍微有点复杂的 这个呢 就仅限仅限于说 我们驱动里边定义 idtable这个结构体的情形 那么定义了这个idtable以后呢 那么它呢 就会通过这里边的这个名字呢 来跟这个平台设备的名字 来一一匹配 一一匹配 匹配成功以后呢 就反为 反为真 否则的话呢 就反为一个错误 那么这个匹配 假如说任何一个platform device 和任何一个platform driver呢 它们匹配成功了 那么匹配成功以后呢 就会调用这个platform driver 它里边的这个 它里边定义的trop行数 所以呢 你就可以在它的trop行数里面呢 来完成一些设备的一些初始化 这样的动作 那么有人就问我了 那么这个platform match 什么时候被调用到呢 什么时候被调用到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之前我们讲这个平台设备的注册的时候 platform驱动 platform驱动注册的时候 注册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它的注册流程是什么样的 它呢会调用driver的一个reductor 那么这个行数的话呢 它会往里边调 进一步调 那么它呢 注册了driver的时候呢 它就会执行一个bus add driver 那么这个bus呢 就是这个平台设备的这个bus 也就是说把这个驱动呢 加到什么呢 加到这个平台设备的这根总线上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数 这个行数的话呢 它是先是做一些初始化 然后呢 调用driver attack 那么这个driver attack呢 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进去看一下 它第一个仓数呢 是一个driver 它的仓数呢 是一个driver 那么这个做什么事情呢 它return bars for each dv 然后呢 那么这个行数干嘛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行数的话呢 它呢 这里边就会有个well循环 就有个well循环 然后它是根据这个well循环呢 来调用这个行数 那么这个fn呢 就是这个fn 就是这个fn 同样这个fn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行数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行数 这个是一个行数 所以这个bass for each dv呢 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行数里面 这个well循环呢 它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 查找这个bass总线上的 这个所有的设备 所有的设备 然后呢 调用什么呢 调用dev和这个date dv和这个date 那么这个date是什么呢 好 那么这个date呢 就是这个 本次注册的驱动 本次注册的驱动 所以呢 当注册这个驱动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驱动呢 跟这个总线上的所有的设备呢 来调用这个行数 来调用这个行数 那么这个fn呢 就是我们这里边的这个driver attack 所以呢 这里边的话呢 它就会 完成什么呢 完成这个设备和这个date 那么这个date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这里边的什么呢 这里边的driver 这里边的driver 因为你看 那么一二三 那么第三个仓数呢 是这个driver 是这个driver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它会调到fn 那么第三个仓数的date 那么这个date呢 其实就代表一个driver 所以这里边这个var循环呢 它就会 首先它会轮循 这个bus总向上的所有设备 然后呢 对每个设备呢 都调用什么呢 调用这个行数 所以每个是 所以这个呢 其实就是 把这个driver呢 跟这个bus总向上的每一个设备呢 调用fn 所以这个呢 就是把每个每个driver 把这个把这个driver呢 跟这个bus总向上的每一个设备呢 都调用一次fn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行数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行数调被调用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呢 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bus总向上的某一个设备 这个呢 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驱动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它呢 就会调用什么呢 调用driver match device 那么这个呢 从字面词来看呢 就是设备跟驱动的匹配 那么这个匹配行数呢 它首先会判断 这个driver的bus的match行数定义了没有 假如定义了 就会调到这个行数 否则的话呢 就是1 那么这个driver的bus 我们知道这个driver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 呃 它是一个这个 表示一个驱动 那么这个驱动的bus是什么呢 因为根据我们从上往下来调用的一个结果 从上往下调用的结果 因为我们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plantform driver release掉下来的 那么这个driver 它的bus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plantform bus type 就是我们的 plantform总向 总向 那么这个 它的bar 它的match行数呢 我们刚看了 它这边是有定义 所以 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 调用这个 调用这个行数的时候呢 调用这个行数的时候呢 那么 它 它就会调到 调到我们的plantform bus 在那里边的这个match行数 那么这个match行数 那么它的match行数是什么呢 它的match行数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行数 而这个行数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什么 刚刚讲过的这个match行数 这个match行数 那么这个match行数呢 它呢 会首先呢 会根据什么呢 根据id table来匹配 然后呢 根据这个名字来匹配 假如说名字一样呢 就匹配上了 匹配上了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个 呃 plantform driver address的实现呢 它是这样做的 因为它传建的仓数呢 是一个plantform driver 这个呢 表示是一个平台驱动 所以 它注册这个平台驱动的时候呢 那么它里边的 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它呢 会调用driver address 那么这个driver address呢 会调到这个bus add a driver 那么这个那么这个bus add driver呢 会调到这个行数 那么这个行数的话呢 就是像一个匹配 像一个匹配 那么它怎么匹配呢 它会从什么呢 它会从plantform bus上呢 取出每一个什么呢 每一个plantform device设备 然后呢 然后呢 拿 这个plantform device和什么呢 和这里边传进来的这个平台驱动 进行什么呢 进行匹配 进行匹配 我们这个plantform bus上呢 它会有很多平台设备 这样的结构体 所以呢 这个匹配呢 会进行多次匹配 进行多次匹配 然后这个匹配呢 是怎么匹配呢 那么这里边的匹配呢 它是通过什么呢 它是通过这个行数来匹配的 那么进一步来讲的话呢 它呢 其实是调用了我们的平台 这个plantform bus plantform总项上的这个match行数 也就是我们这里边的 也就是我们的plantform match行数 然后呢 这里边改成一次吧 然后一次 怎么来匹配呢 通过这个行数呢 来进行匹配 来进行匹配 那么这个行数的匹配规则呢 就是通过id table 或者通过名字来匹配 那么接下来 这个匹配成功以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来再抗代码 好 那么这个匹配 用这个行数来匹配 好 那么 这个是就是匹配 匹配成功以后呢 就返回0 就返回0 好 假如说这里边 它是 它是1的话呢 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没有匹配成功 否则的话呢 就是匹配成功了 那么匹配成功呢 那么它就会继续往后走 继续往后走 然后这个 这些都是 跟我们这个代码实现 我们关系不大的 然后 然后呢 它会判断这个device 这个device 它的driver呢 存在不存在 因为现在只是为设备和驱动进行匹配 所以这个设备呢 它对应的driver呢 它其实呢 还是空 所以呢 就会执行这个行数 那么这个行数的话呢 它又是一个驱动和设备 驱动和设备 然后呢 为它调用下面 依次往下走 那么这 它往下走的时候呢 就会执行到这个行数 好 那么在这个行数里边呢 它就会做 首先它会做一些 呃 检查 然后呢 会执行到这里边的这个行数 这里边这个行数 这里边这个行数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prob行数 所以它会判断这个div的bus 有没有定义prob行数 因为这个div的bus呢 就是我们的planform bus 而我们这个div的bus里边呢 它是没有定义prob行数的 所以呢 就会往下面执行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假如这里边呢 它会判断driver的prob行数 有没有定义 然后呢 执行driver的prob行数 那么这个driver的prob行数呢 我们是有定义的 我们在哪里定义呢 我们往往前回 好 好 在这里边 它会判断 假如说这个平台驱动的这个prob行数 定义以后呢 那么它就会为平台驱动里边的这个driver呢 driver的这个prob行数呢 指定一个这个行数 所以呢 这个driver呢 它的prob行数呢 是定义的 所以呢 就会执行到这个prob行数 那么在这个prob行数里边呢 它首先会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个device呢 得到相对应的和它所匹配的什么呢 匹配的平台驱动 然后呢 得到它的平台设备的这样一个指针 接着调用什么呢 调用driver的prob行数 那么调用这个driver的prob行数呢 最终呢 就会调到调到这个平台驱动的这个prob行数 所以根据我们上面的这个分析呢 我们就知道了 当你在注册驱动的时候呢 那么它会系统呢 会从这个plantform plantform bus总项上呢 取出每一个平台设备 plantform设备 然后依次呢 和这个平台驱动 进行匹配 通过这个行数来匹配 那么 假如匹配成功 假如匹配成功 然后呢 就会调用什么呢 调用plantform 就会调用plantform driver的什么呢 driver的prob行数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调用这个行数的时候 它的仓数是什么呢 它的仓数是一个dv 那么这个device呢 就是和这个驱动呢 相匹配的prob的参数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plantbratform planform device planform device 这个planform device 就表示和什么呢 和plantform 和要注册的plantform driver 所匹配的那个平台设备 所以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看到这个行数的话呢 它完成了很多操作 它首先呢 会从bass plantform bass 总向上呢 来取出每一个平台设备 和这个plantform driver 进行一个匹配 那么这个plantform driver呢 就是通过什么呢 就是通过这个行数呢 就是 就是 通过 这个行数 它的一个 它的仓数 因为它的仓数呢 就表示一个平台驱动 然后匹配成功以后呢 就会调用这个平台驱动的 就是plantform driver的prob 行数 那么这个prob 行数呢 它的仓数呢 是一个平台设备 是一个plantform device 那么它呢 就会 以这个匹配成功的 这个plantform device 作为仓数呢 来调用这个plantform 的prob 行数 那么在这个prob 行数里面呢 就去完成设备 真正的一个初始化 所以 有了这个平台驱动的 有了这个plantform 架构以后呢 我们的一些驱动的注册 和卸载行数呢 就放到了prob 行数 和这个remove 行数里面了 好 那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 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 我们先来看一个 没使用 不使用 plantform 架构 的例子 好 那么这个例子呢 是我们不使用 plantform 架构 之前呢 我们的一个 字符设备驱动 那么这个字符 设备驱动的非常简单 我们呢 在这个 注册 在这个moduleunit 它指定的这个 行数里边呢 我们实现一个 驱动的注册 行数 就是设备的注册 然后呢 在这个行数里边呢 去实现它的一个 卸载行数 卸载行数 好 那上面这些呢 是testride testread testlq 等等 testopen等等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使用plantform 以后 这个驱动 应该怎么来 编写呢 好 那么我们使用 这个plantform 驱动架构 以后呢 那么我们的 整个实现 就改变了 同样 它这里边呢 有什么呢 有这个注册 或者卸载 行数 但是呢 它的注册 行数呢 改变了 那么它的注册 行数里边呢 不是直接的 驱动 不是直接的一个 注册 而是什么呢 而是对我们的 平台设备 和平台驱动的 一个注册 然后它的 卸载行数里边呢 是卸载我们的 平台设备 和平台驱动 那么这一边的话呢 就是先注册了 一个平台设备 那么这个平台设备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上面 这个平台设备呢 它很简单 它的名字呢 叫S3C DeviceLED 名字呢 是这个 然后呢 ID呢 是-1 -1的话呢 就表示 我们只有一个 然后呢 是一个Number Resource 那么这个Resource呢 它呢 是一个整形值 表示什么呢 资源的个数 资源的个数 然后后面呢 就是Resource 那么对于Resource来讲呢 那么它呢 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是中断资源 可以是内存资源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就有一个flag呢 来形容 它是中断资源呢 还是内存资源 那么这个呢 表示 IOResource M1M呢 表示是中断资源 然后IO呢 表示 表示IO内存资源 IQ呢 表示是 表示是我们的中断资源 中断资源 所以这个呢 就用来表示的资源 这个资源的话呢 你可以描述一个 也可以描述多个 所以这里呢 其实呢 它是一个数组 它是一个数组 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只描述了一个 所以这是平台设备 所以 将注册平台设备 然后呢 注册什么呢 注册平台驱动 那么在这个平台驱动里边呢 我们定义了它的一个名字 是它 大家注意到 这个名字和这个名字呢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我们下面再来讲 这里边的名字设为一样 它的目的是什么 好 这里边呢 还有个probe行数 还有个remove行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probe行数 好 那么在probe行数里边呢 它就可以通过 Planetform get resource呢 来得到什么呢 得到平台设备里边的一些资源 资源 然后呢 再去实现我们的驱动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初始化 那么根据我们刚刚的讲解 在你 当你在注册这个驱动的时候呢 那么它呢 就会把什么呢 就会把平台设备里边的每一个Planetform device 这样一个结构体呢 跟这个 跟这个Planetform driver呢 进行匹配 进行匹配 因为我们在注册驱动之前呢 我们注册了一个设备 注册一个设备 并且呢 我们注意到这个平台设备和这个平台驱动 它的这个名字是一样的 所以最终的话呢 这个平台设备和平台驱动呢 就会完成匹配过程 匹配过程 那么 他们两个匹配上以后呢 那么就会调用这个平台驱动的这个probe行数 那么就会调到这个行数 啊 所以在这个行数里边呢 呃 它的仓数呢 就是这个平台设备 那么这个平台设备呢 就是我们所匹配上的那个平台设备 其实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平台设备 它的指针 它的指针 那所以这个平台设备呢 就表示这个平台驱动 它所匹配的平台设备 那么匹配上以后呢 那么它呢 就可以从这个平台设备里边呢 去获取它的资源 获取它的资源 然后呢 根据它的资源呢 去做一些初始化 那么这些初始化呢 就是我们之前这个呃 自负设备驱动里边的那些初始化过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用了这个平台驱动以后呢 呃 其实它 它比我们之前的这个呃 简单的自负设备驱动呢 是相对来说是复杂了一层 复杂了一点 因为它的相对它的外面呢 又包了一层 但是呢 有了这个平台驱动这样一个架构呢 那么它呢 第一个 它可以为我们的驱动的增加一个非常好的一致性 因为有了这个平台的架构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设备信息 我们的设备和驱动的其实是分开的 其实分开的 那么分开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的呃 驱动的一致性变好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可以统一管理我们系统里边的所有的一些杂项设备 第三个呢 是实际上一个电源管理的功能 那么后续的话 在我们讲述这个网卡驱动 或者frame buffer驱动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它呢 使用的也是这个planetform驱动架构的模型 我们会发现 也可以 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